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段影片中展示了狼群包围猎物 狩猎 攻击猎物和寻找猎物的整个过程 在狼群中也是有分阶级的 阶级可以分为α 狼群中的领导者带领整个狼群进行捕猎活动 β 负责协助α并管理delta omega及狼群二当家 delta只能管理omega千年老三 omega 狼群中的老弱病残只能跟着αβ delta混 有了这个概念以后就可以很轻松地与算法结合了 可以先看到画面中随机产生了四只狼和一只羊 在演算法中我们会先计算每只狼与羊的距离 在这个式子中 xp 表示猎物的位置 x 表示狼的位置 c 是一个会在0道让减随机变化的变化参数 透过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求得每只狼与羊的距离 接着狼群就会开始根据这个公式开始移动包围猎物 其中xt 加1 表示狼群更新后的位置 xp 微羊的位置 d 表示每只狼与羊的距离 a 则是一个用来控制b 尽量的一个洗漱项量 这个过程也就是包围猎物的过程 接着狩猎阶段会先计算所有狼与羊的位置 接着依据距离选出狼群中的老大 老二 老三和小弟 再来老大 老二 老三就会开始指导小弟开始移动 其中dα dβ 和ddelta分别表示 alpha β delta与其他小弟间的距离 xα xβ 和 xdelta分别代表 alpha β 和delta的当前为止 c 是随机向量 x 是当前小弟的位置 接着再利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将老大 老二和老三的重心更新给小弟了 整个式子整体长得就会像是这样 可以看到 小a参数会随着迭代次数由2d-0 相对的大a参数的正幅也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 迭代一开始小a为2 所以整体的大a会在2与负2间变化 这变化也就影响到了整体狼群的更新状态 你可以把大a想成一个误差项 当大a一开始很大时 狼群每次更新的误差项都很大 因此狼群更新就很容易冲过头 此时这是不是就很像狼群在试探猎物的状态 接着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 小a会越来越接近0 因此误差项也就几乎没有了 此时狼群的每次更新都会越来越准确 范围越来越小 这是不是就像极了狼群发起进攻的样子 如此一来整个演算法都说明完了 这个方法一般可以应用在机器学习的模型优化收敛 或是其他的优化场域 将生物的活动状态使用数学式模拟出来 是不是很有趣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